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爱美的 每年花费在护肤医美上的金钱和时间都极为夸张 其实除此之外 发型对颜值也有举足若轻的作用 换对发型就犹如换了张脸 相反 周冬雨和辛直磊这两位女星的问题是肩部较窄 相比长发会更适合利落的短发 但短发状态下就像是换了张脸 不仅在视觉上调整了头肩比 整个人看上去更有气场 娱乐圈的明星总是比我们普通人更明白自身缺陷 从而用各种方法来弥补不足放大优点 像妮妮她的问题就是头部偏大且下额拐脚低 因此离开了各种蓬松发型 选择利落自然的黑长直 再加上其本身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就完美修饰了这一颜值bug 四 杨子 简约锁骨发 清纯可爱 那在发型上杨子选择了款简约的锁骨发 修剪掉了杂乱的碎发 整体发型秉持干净利落原则 加上空气刘海修饰 整张脸给人清纯可爱感觉 二 普通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 一 根据脸型特征选择 二 根据身材特征选择 在五官特征 脸型之外 自身身材身形特征 也是决定发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样是方脸同样剪了个短发 但别人就是帅气小姐姐 自己反而更显方 这其实是因为大家忽略了身材身形同发型的匹配度 本身就是肩宽星人 还剪了个短发 你不方谁方 所以说 肩宽女生就学学观小童 微卷长发不香吗 技能很好遮挡肩部 同时又带着小慵懒小知性 不妥妥的气质美人 总之 发型对一个人气质颜值的塑造是十分重要的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发型很有必要 但因为每个人五官脸型 甚至身材都不一样 所以 发型选择上也要更用心 在明确自己脸型五官身材身形特征 自己最需要修饰的部位这两方面后 就能达到换发堪比整容的最佳效果 感谢观看